字幕提供 詹語的詹喔 先走囉 掰 我想把你按在牆壁上走 等一下 怎樣 很爽 爽 哈囉 大家好歡迎來到兔娘的頻道 我是兔兔 狼 今天呢 狼為我們想了一個特別的企劃 那就是 幹嘛 我覺得在整自己 對 沒錯 互穿對方的衣服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是有一個小遊戲規則 就是 等等呢 我們就各自 秘密的去自己的衣櫃 是 拿自己衣櫃裡的東西 會有一個箱子 我們一人有一個 對 放到這個小箱子 那等一下呢 就是 我們會再把我們選擇出來的東西 放到這個箱子裡 然後互相交換箱子 對 然後穿上去 但我必須說這衣服不能有 惡整對方的嫌疑在 就是因為這衣服就是要穿完之後呢 你還要再換穿 所以你自己也要穿上你選的那一套 OK 你要展示 然後呢 有一些條件要特別說清楚 就是 你要顧及一下我的身高跟你的落差 所以你不能穿那種你知道 就是 給我穿你那種短板 都已經知道 就已經這麼短了 我穿起來我跟你說直接露板球 這個是拒絕的 好 好 健康的頻道 然後那種什麼 褲子扣不起來啊 我覺得OK 沒關係 但你衣服一樣能夠把我遮住那個 那個扣子 我就覺得可以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保護你心愛的衣服 就是真的超級心愛的那一種 就不要把它撐到爆炸 對你就不要把它拿出來 欸為什麼 為什麼我覺得 你的規則都是為我而設定的 對我們等一下要評分好不好 輸的要幹嘛 沒有啊 我們沒有要 有 輸的作家是一周 那就是盡量把這包評得低分就好啊 不行要公平公正公開啦 不管不管 好啦好啦好啦 OK 現在來到衣櫃區了 我想在這 我要幫他挑衣服 打開我的衣櫃 我先想看我要幫他挑哪一種類型的衣服 我覺得呢 穿西裝外套很好看 所以我會幫他挑西裝外套 西裝外套的話 我有這個顏色 咖啡色 白色 還有個黑色 所以他會 選哪一個呢 黑色好了 我覺得黑色好看 西裝外套 就是要配牛仔褲 我覺得這兩條還不錯 都是淺色的 一個還有我 Wolf的名字 但深色這一條也是緊的啦 我想要看要配什麼顏色 蛤 嗯 狼現在正在挑衣櫃 他給我準備的衣服 然後就在外面休息跟路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他今天要給我挑什麼風格 所以我還蠻緊張的 最後就是上衣了 我覺得上衣的話要貫徹簡單 就是經典的話就是要 擺梯 只要找一件版型OK的擺梯 就可以解決 然後我只是在想要不要露一點 你知道胸口 如果給他露一點胸口的話 就是要挑V0的 不露的話其實也是一種比較帥的感覺 我覺得這件挺好的 不然我等一下幫他燙一下衣服好了 好 就這件吧 就這樣 期待他穿起來的樣子 一定很帥 妙莉 你也跟我們一起啊 嗯 好換我了 我不知道他剛剛到底挑了什麼 可是我偷瞄到 但其實我今天不受競爭對手的干擾 因為我其實已經想好有一個東西 我今天一定要拿出來 那在這之前我先跟他說我平常穿衣風格 就是我都會穿這種比較 可能比較緊的衣服啊 所以其實我現在真的很擔心 我可能找到他可以穿的衣服 但是我現在拿出一件下身 這件下身是我早就已經決定 我今天一定要拿出來的 我先把這件下身拿出來給大家看 來 就是這件皮裙 這件我跟你說 其實我平常也沒什麼在穿 然後他 我穿他的話會有一點偉大 但我覺得給他穿應該會剛剛好 而且非常性感 所以我決定我今天主題就是 性感娇妻好了 你覺得怎麼樣 嘿嘿 而且我剛剛拿這件的時候 我發現 他已經有另一個東西可以搭了 我直接拿出來 還有妙麗 就是一個 一個這個簡單的小背景有沒有 整個有沒有就是 超級HOT啊 好就是這樣搞他 我給他一個小外套好了 不然我怕他非常彆扭 你們看我的東西都這麼短 我看到都這麼短短的 我現在很擔心欸 我現在在等我老婆給我挑衣服 然後小胖現在在跟我撒嬌 看他的雙色松放在我腿上 睡覺 伯伯跟他打招呼啊 對喔 對好可愛喔 你看是你喔 是我們喔 嗚呼 超可愛 特別就是專業的陪等人 找到一個東西 就是 用圍巾好了 好不好 用圍巾 然後這樣子 把自己包起來 就可以比較不會那麼害羞 就這樣 這樣子來有沒有 那就是 一個 這樣一個很性感的感覺 這樣 然後裡面穿無袖的這樣 就這樣掛著 應該可以吧 然後他給他一個包 給他一個包 包就是 點綴之物 動我一下 這個包 最愛的 寶可麗水蛇皮包 然後他就是一個 超級點綴之物 像看我今天穿的黑露露的 這樣有沒有 這樣子 這樣背這樣子 是很不錯喔 而且 大家知道我最擅長的就是 一種 一種婊子的風格 那大家平常 相信大家平常 很少這種裝扮 所以我覺得 今天大家有福了 可以看到他 如此性感的面貌 然後等一下會露出 他的大長腿 我覺得今天一定會 非常成功 我非常有信心 好了 我們現在都已經準備好 為什麼拿的就很像 要洗衣服的感覺 哈哈哈哈 你拿的很像大媽 對啊 感覺要去洗衣服了 去河邊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都已經挑好 給彼此準備的衣服了 嗯 我們現在可以先 衣服的外觀來評論一下 好 我的外觀是這樣 我其實已經大概略之一了 你就是一個休閒正式風嗎 不是 不是嗎 所以我猜錯了 所以你的不可貌相 對 好那你看不得 很熱 他覺得就是一個很熱的感覺 對啊 第一個看起來就是一個 就是圍巾 你好賊 你現在把圍巾放在你的衣�裡 對 我翻超久才找到的 不要再偷看了啦 你還有配件喔 那你衣服 這樣衣服是不是 你不要 你冷靜一點 那我們現在來交換囉 好 交換 好 那要開箱誰的先 剪刀石頭布 你先 牛仔褲嗎 對啊 對啊 我覺得你要輸掉這種比賽 我覺得我會穿的沒有很好看 光看到這件牛仔褲 我覺得你輸定了 因為我穿它的牛仔褲一定不好看 因為我的腿很短 不會不會 而且這件有點微寬喔 對對對 你真的 你要輸掉這種比賽 再來 喔白T恤 我猜是 算你的短板嗎 不是 合身 集合身 集合身的 他給我了一件那個西裝外套 還沒拆掉牌 對 這就是一個唯 這是一個很帥的感覺 它不是正式 我真的覺得我穿完之後會很像 小孩穿 媽媽的衣服 我跟你講 我 在這 妹妹等一下 在這個開箱之前 我真的覺得 觀眾你們要謝謝我 今天要不是由我 你們根本就看不到這些東西 我跟你說 要是那衣服扣不起來 或太暴露我 一樣沒有辦法 就是一個很熱的尾巾 對 OK 這是什麼 這個上衣 你確定我穿得下嗎 可以可以 這個繩子這麼短 我覺得我會直接勒脖子 真的嗎 我覺得也有可能 你看我這樣比起來 我就覺得我在勒脖子 不管我 我有給你準備這個 然後背一個這個包 更一個皮裙 就這樣 期待嗎 來我們去換衣服 Let's go 有人現在穿到皮裙 要卡住了 你真的覺得大家要感謝我 我真的覺得我很想殺了你 你知道這個 這什麼背心啊 而且我的預測 我的預測根本就沒有錯 這個背心要掐死我了 不是 你這樣很像挪渣 那個 可是很好看耶 挪什麼 挪渣 挪渣怎樣 等一下 我不知道還是 圍兜兜 戴紙不是都穿 圍兜兜嗎 對啊 我跟你講觀眾一定會 我跟你講我已經贏定了 趕快幫我拉拉臉 等一下 快一點 好了 這個 可以不要嗎 這 點綴之物 我快瘋了 你超煩的 好啦 大家看一下 現在已經完成了 我們各自的裝扮 我們現在來進入一個特寫好不好 這是一個 你知道很帥的look 這樣穿的明明就很好看 妹妹轉正面給大家看 就是 人比較矮一點而已 西裝 有點太長 快要到膝蓋 你是當大衣在穿嗎 就是這樣 很棒喔 來今天去我的party 好抱怨時間到了 這是什麼衣服 我在穿樹胸嗎 我在穿樹胸嗎 然後我剛剛是不是說 會掐到脖子 你看這是不是掐到脖子 這是不是掐到脖子 然後這什麼東西 然後把我這個擠得 好像我腹乳很大一樣 你看 這裙子我為了要拉起來 直接穿到胸部下面 超緊的 但我跟你說裙子已經不是 裙子我還可以忍受 這個上衣我真的不行 I can't 我跟你講 這件是整套office很好看 我等一下穿給你看就知道 其實我覺得你駕馭得很好 你搞不好穿得比我好看 我現在都不敢 我都不敢吸太大力 我怕把衣服給穿過 妹妹你對這一套有什麼意見嗎 每個人都要來抱怨一下 最大要抱怨就是這個西裝 我這樣很像在小時候 我曾經穿過我媽的西裝 現在很像穿媽媽的西裝欸 就是 可以這樣子玩 現在就是你的衣服才太久了 對因為我剛剛想說要幫你趟 但是我後來想想算了 我不要對你這麼好 但我覺得 好啦我應該稍微還是有駕馭好這個風格 對啊這個風格 這是簡單 這是經典 隨便穿隨便好看好不好 這其實是尺寸不合 你如果尺寸合的話 這一套也很好看 我跟你講 你穿一個套尺寸合的話 也會很好看 去死 怎麼樣 其中的氣泡很容易想的喔 下次不玩了 這一套 這一套是表紙妝 而且你的腋下也濕了 我跟你講 大家已經投給我 我 我幫你 不一定 設計的那套 我跟你說我這一套是很中性的 男生女生穿都很好 或是不知道 但你 你相信沒有 你穿我 你穿我那一套就好看 我跟你講 已經多少人有口水了 果然是你的衣服 對啊 你穿起來就很好看啦 好啦這是你的衣服 果然在你衣櫃裡的衣服 你好笑欸 大家知道我最深長的就是一種 一種表紙的風格 真的 是不是 這是我的衣服啊 我期望穿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 中性好看 這種穿法是非常簡單又經典的 有有有 抓過來 必動 評分 評什麼 哪一個 評什麼 來評分嗎 來 你先評 我覺得我們兩個有一種疲憊感 就是剛剛是做了多少運動 我穿脫這件衣服費了非常大的精力 我覺得呢 你穿我這一套衣服 很帥就是尺寸問題 但如果說今天尺寸變成你的 然後你這樣穿的話 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我會給你8分 所以總分是10分還是100分 對 10分啊 OKOK 我會給你8分 如果你尺寸對的話8分 然後因為尺寸不對可能就是 6.5這樣 我這套在你身上 我賠9分 這個 你是說尺寸合的話嗎 就是因為尺寸不合所以被我扣了1分 但我覺得 就是尺寸不合可以到這樣 我已經覺得 太美了 我真的太喜歡了 我給分很高 而且你知道嗎 我其實覺得 我自己穿這件我給8分 你穿我給9分 然後因為你還配這個髮型 你這個髮型配這一套 就是超好看啊 真的 大家認同我 一定要留言 好不好 你們是不是覺得 今天真的很有福 看到我這樣幫他搭 我跟你講平常看不到 我之前也這樣穿過 但是我不會搭配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 這個剛剛其實有個小巧思 因為 因為我其實很沒有把握 我還怕穿不下 我很沒有把握你穿這件背心會怎麼樣 我會怕太擠太勒哪些地方 然後這樣很怪 就是外面要搭一件小外套 可是我沒有一件小外套可以給你穿 所以我才找了這一個 有我感受到你的用心 真的很用心 我覺得你的用心我給你100 那你覺得如果以尺寸合的話 你會把這個東西換成什麼 我會換成皮衣 我也是這樣上 但是就是要短板的 不要粒落寬 我現在就去換給大家看 現在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很好看 我也是這樣上的 看起來就很有氣質 對啊 我剛剛那樣就是搞戒指 這樣 我不想想出來 對 我覺得你穿什麼衣服 會表現什麼態度 你穿這件皮衣就不會這麼散吧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為什麼 我好棒 我心情好差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也可以一起評分起來 或者是跟我們一起玩 情侶交換衣服的遊戲 看如何整對方 好嗎 然後幫我們一起在下面評分 看你覺得誰穿哪一套比較好看 或是誰穿那一套最好看等等的 我明天想知道你們的答案 特別是像我們這樣尺寸 不一樣的情侶 OK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 加分享 感恩 想要說掰掰 好啦好啦 要是我壁咚的是這位小子有多好 再讓你補一個好嗎 好 好 好 爸爸